男子試圖拿圓敲阻擋攻擊 但對方火力強大 拿滅火器朝他臉上噴 瞬間煙霧瀰漫 滅火器完喚球棒出場 從拍攝者視角 一群人從巷子內 一路打到巷子外 剛剛拿來對峙的滅火器 現在砸在汽車後擋風玻璃上 兩派人馬路中對嗆 還有人拿球棒包圍毆打 你現在是怎樣 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發現兩派人馬加起來十個人 警察都到了 他們還在叫囂 掏出辣椒水 壓制鬧事群眾 兩派人馬鬥毆 就在台中東區 五月五號晚上八點多 照姓女子帶著四名友人 要去追逃兩萬元的債務 現前的林姓男子不甘示弱 也帶四個朋友 而且還帶滅火器 球棒跟椅子朝對方發動攻擊 警方調查兩派人馬一共十個人 當街大打出手 竟然只為了兩萬塊錢 訊問後除了刑法聚眾鬥毆 兩邊還互告傷害 TVBS新聞 蔡宏義徐祥 台中廠報導